澳大利亚南部本星期较早前发生山林大火之后, 改革动物医院验证医治受伤的树虹。 澳大利亚传媒报道,被烧伤的树虹在经过治疗之后康复进度良好, 食育不错,不过动物学家预计, 这些受伤的树虹仍然需要接受监察几个月, 才可以将它们放回大自然。 在大火期间,消防人员和民居拯救众多的动物, 沙林大火焚烧7间房屋以及几辆汽车, 在星期一受到控制,到目前为止, 未有伤亡报告,大火烧毁了约2000公顷的丛林地带。